品语老师好 主持人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是品语 那一开始先跟听众朋友自我介绍一下 其实我这里有讲到 我是台湾女儿 德国媳妇 那主要是我应该是在 1998年 然后就是嫁到德国去 那在嫁到德国之前呢 其实我就是一个很传统的 俯成女儿 那今天我会来做这样的决定 我想大概也就是 跟我们台湾那个年代 因为今年我也已经50岁了 那大概我们的台湾的这个教育啊 还有主流孝顺的价值 大概影响我很多 所以我才会促成这样的决定 不过我觉得这人生啊 总有意外 就连你当初 就是说我做下的这个 无意识的决定 到最后都会有一个 意外的效果出现 所以这些都会呈现在 我的书本里 不过呢 我这本书哦 其实写了很漫长的时间 他其实不仅记录的是说 我们这几个礼拜 照顾婆婆的病塌过程 那重要的是 在这五年半的过程当中 我们的书写 也会从比如说 我婆婆到最后 过世我们的哀悼时间 其实很长 那从一个思亲 思念亲人的角度 然后慢慢书写 到第四个角度是 我拉开了一段距离 我去看 原来我婆婆的生命 跟我的生命是重叠的 也就是说 男人的命运 其实都很相当的 所以我就觉得 我们两个的命运是重叠 那我如何从我婆婆的故事当中 去得到我自己的一些体悟 因为我会觉得 仿佛他为我走过了一段艰辛 对 算是意外的收获 因为在照顾之前 你并没有这么刻苦的了解 那其实这个决定 是你个人单方面的决定 你并没有跟你先生商量 也不是你先生叫你去 是 那为什么你会自己决定 然后你直接告诉你先生 因为我觉得那一瞬间 其实大家都很震撼 因为他 我婆婆感觉到身体不舒服 然后去医院检查 我们也觉得 应该就是老年的症状 就一些慢性病 对 然后没想到三天后 就发现原来是癌症末期 那那一瞬间 因为我先生是小儿子 你要体会 因为他在18岁 已经没有了父亲 那我可以理解 他那一瞬间 那可能就是 那种即将成为 中年孤儿的震撼 所以你知道 他知道讯息的瞬间 他是完全没有反应 他回到他房间 而我为什么会做一下 这个决定 我也觉得 我有时候事后也在回想 因为平常我是很难 做决定的人 我都要问东问西 想了很久 可是那一瞬间 我看他走回他房间 我就开始打开笔电 订了单程的机票 我觉得这个过程 我很难去交代 我到底为什么这么想 我想 大概会是无意识的 有一%是 你知道人 但是他就是 好像一种 明明的力量驱动你 五哥 99% 其实我就是在想 第一 我就觉得 台湾的价值 就会说 婆婆生病的 不是媳妇应该来照顾吗 我是受到这样的影响 第二 另外一种就是 因为我跟我先生的关系 并不好 所以我想要改善我们的关系 想说 将功赎罪 搞不好 我好好照顾我婆婆 我先生就会给我赞赏 然后进而 改善我们的关系 可是会有这样的决定 很多是因为 先生对你很好 你愿意回报 他这个家庭 你反而是因为 你先生跟你相处的不好 你想要改变关系 对 因为其实 你这个就问到的 一个真结点 为什么 我会在 这个婆婆生病的瞬间 我采取了 我就站在一个照顾者的角色 其实他就是有背后的脉络 就是说 其实我从小在一个 成长在这样的家庭 我其实是有 第一自尊跟无价值感的 所以我习惯用牺牲 或讨好 来得到我的价值感 也就是自我重要感 所以在那瞬间 你说 我跟我先生的确相处非常不好 而且就常常 因为我20年来都没有正式的固定工作 我只是兼职 等于是你这个家庭主婦 这个 是 地位比较低就对 是 然后常常就会被他贬低 虽然我有一些兼职 比如说做翻译或口译 但他就会觉得 因为你薪水很少 然后就会贬义你 骂你 所以我想说 是不是可以利用 这样的一次机会 好好的照顾他母亲 那我可以得到我 应有的尊重 这是我那时候的考量 可是还有当事人婆婆 在更早之前 你们的相处 你那时候也是常常被他一些 比较严厉 或者是比较 文化的一些冲击 所以你那时候跟他相处 也是有一些问题 是 其实我就说 我们常常说 女人何苦为难女人 特别是有另外一个男人出现的时候 而那个男人就是我先生 其实我必须要承认一件事是 其实我们当初 我嫁到德国的时候 有五个月时间 是在那个小山村里面 跟我婆婆度过 因为我先生就自己 在法兰克福工作 他的理由是 你要跟着我母亲好好学习 德国人怎么打扫家里的方法 而那五个月 其实我们婆媳之间的感情非常好 因为我现在很少回来 而我跟我婆婆 几乎就变成另外一种 跨文化的母女 相依为运的感情 对 就是因为真的 他就是一个老太太 然后我刚去也是忐忑不安 跟他学习 然后你知道他晚上的时候 我会帮他按摩 他第一次被别人按摩 对 然后我就帮他按摩 然后就帮他按摩 他好高兴 所以你知道那五个月是很舒服的 可是为什么我们后来关系变质 就完全因为我后来我先生 调到亚洲 因为我们之后的漫长的17年 其实就是在中国啦 英国 还有台湾 马来西亚嘛 后来马来西亚 所以这对我婆婆来讲 我夺走了他最亲爱的小儿子 所以自此我们的关系就呈现撕裂 但我们不是正面冲突哦 而且是我们两个都在抢 做一个受害者 对 所以我在书中有提到说 我们常常在玩那个婆媳之间的 那个受害者大风吹游戏 就是比谁惨就对 对比谁惨 然后比谁哭得更凄厉 然后呢 还指责对方是那个加害人 我就为了争夺先生他 他为了争夺儿子就对 对 所以你知道吗 这一段历程会让我去思考 真的 其实女人跟女人之间 本来是好好的姐姐妹妹站起来 可是就会因为男人的加入 然后就开始厮杀争夺 所以你先生也是一个不太懂 人际关系跟沟通的人 对不对 是他是比较沉默 那几乎他的想法都是息事宁人 然后以沉默 是工程师的那种性格吗 非常 他又是那种很典型的德国工程师 然后就是纪律严明 但是不需要用言语沟通 只要文字或者是规则出来 这样就好了 对 言出必行 可是他在他那个家庭 他还有哥哥跟姐姐 对不对 是 那你一开始做这个决定 在其他家人的眼中 有时候我觉得还是会有些质疑 或者是说 因为其实像我们这个 如果遇到这种状况 你平常没有那么好 那他临终你突然对他很好 大家就会怀疑 是 是不是因为这个财产 或者是说 他可能还有藏钱 所以你最后几个月跟他相处 你可以挖到一些好处 你那时候有没有感觉 他们这样的一个怀疑 其实我刚做决定 告诉他们 我会回去照顾我婆婆的时候 其实我的大牛沟 就是我先生的姐姐 他就说 你太没有理性了 他坚决 应该是把母亲送到安宁病房 就交给专业的就好了 对 然后他哥哥认为 应该是去从那个乌克兰 请看护来 这样就可以了 所以至于他们之后 有什么样的揣测 其实我都没有再去想太多 因为你知道的 你投入那个居家安宁照顾 那个现场是非常 每一天 他的病况的发展是非常快的 而且我要学的照顾技巧是很多 再加上我对于那个死亡的恐惧 因为这是第一次 我在临终病榻旁照顾亲人 所以我已经忙的 你知道吗 昏天暗地了 而且我还要应付我的孩子 就是那时候 那个一岁的还要喂奶 两个青春期的孩子 他们对于回来照顾奶奶 其实是很有意见的 因为要脱离他本来的同学 是 因为我们可能那时候 已经要考虑转学了 因为不知道要照顾多久 所以我已经有写信给校长说 因为我们那时候才到马来西亚 大概三个礼拜 那就面临马上要转学 我都已经处理好这件事 然后他们也会很惶恐 因为我们那时候是从上海 飞到吉隆坡 那他们又要面临 马上要从吉隆坡回到德国 接受教育 所以我还要处理太多事 所以对于他们对我的揣测 我并不是太有心力去想 不过这一点我觉得很有趣 其实到最后我们的确 婆婆最后的有分家产 然后我其实是带走了一把扫把 因为我觉得那个很有纪念意义 到现在我还是 珍藏那把扫把 因为那象征的我婆婆的一生 她不断的在照顾别人 所以我就有珍藏了那一把 那其他的家产是由他们三个子女去分 而我先生甚至会说 那是我的家产不是你的 你懂吗 那是我妈妈给我的 那不是你的 所以其实这一方面我觉得 我倒是很惨当 我就觉得我已经得到 我最重要的那个礼物 你刚刚有讲到这个 他们这个姐姐跟哥哥的一个态度 就是交给专业的 或者是请专业看护 然后你如果说你介入照顾的话 你会不会担心有一些 如果你照顾不好 可能又有过失的一个问题 又被家族责难 又被责怪这样子呢 的确我觉得是你这样的顾虑 我是在照顾第三天之后就发生了 因为为什么 那时候我们回去第三天 我婆婆发生 她的左下肢 已经连不到脉搏 也没有温度 那就是显见 那时候我们家庭医师 有立刻赶过来 就马上要坐救护车 到他们的地方大型的医院去 因为要面临截肢 对因为可能血液没有通过 才会没有脉搏 有生命的危险 所以那一瞬间我才领略到 当我拿到那个手术通知书的时候 就是我要同意书要签的时候 我才知道原来我要担负这样的责任 因为旁边没有任何亲人 而我是唯一的亲人 必须要担负 究竟要不要动大手术的责任 那一刻我才领悟过来 所以的确我可能在做任何决策的过程当中 都是太感性而没有去事先想到 我是不是会有失误 然后导致更多的责难 所以一开始就想得很单纯 对 就只想这个陪伴或照顾 对而且你也想 我觉得对我来讲 或许有那么一点点同理吧 就是你能理解一个老太太 她已经守寡那么多年了 那在她生命的最后阶段 如果没有人在她身边 没有一个小孩 是 或许那就是女人本能的一点点柔软 才让我去做这样的事 而且你带三个小孩 至少她有孙子陪她 那也是另外一种 对 其实我在我的书本当中 就有描述到这些画面 真的 其实大家都可能在台湾还会很忌讳 不让太小的孩子去靠近临终的病床 他们说可能 恐惧或者是有阴影 对对对或者是我们南部老人家 会觉得是会有 不好的东西 其实我的父母也都有提醒我这一件事 不过我觉得要跟大家分享的 反而你知道我临终的病 我婆婆临终病榻旁 我的这个一岁小孩才发挥正面的功用 因为她会跟我婆婆玩 即使到她已经沾望昏迷 我的小孩都是在她的病床上 跟她睡觉 抱着她唱歌 而且你很难相信我婆婆会有反应 她只要听她的声音 她会微笑 然后眼角还会有泪水 她甚至会跟她哼那个 儿歌 她虽然没有哼出声音 可是你知道 嘴巴有在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触动的 就是说临终的人 她最需要的是什么 我们想的可能是很多先进的医疗设备 一些插管 一些最高端的医疗设施 可是从我婆婆身上看到的却是 那个小孩子轻轻的摸着她的脸亲吻她 她是最有反应 而且最有幸福感的 这也是我在书中要提出的一种省思是 究竟我们能给我们最亲爱的家人 在最后是什么样的照顾呢 其实真的医疗是有极限的 有时候到了这个所谓的末期 有时候家人的陪伴才是最重要 而不是说把她知道好 因为已经不可能知道好了 那甚至是一种零词 所以我的书中也有讲到 管不到的爱 管 对 因为其实在我婆婆到最后 也不能够吞咽的时候 我跟我的家庭医师就说 那是不是我们开始要采取 那个鼻胃管 灌食或静脉注射 那像她开始呼吸有那个笑名的时候 我说那是不是要抽痰 那是不是要用那个气切 你知道吗 结果你知道吗 我们的德国医生就这样看着我 他觉得哇 台湾真的太赞叹了 一般的民众都可以了解 有这么多套餐 可见我们台湾的医疗教育非常成功 可是这位医生就有告诉我说 其实死亡是一种自然的过程 如果他吃不下饭 表示他身体不需要了 你用静脉注射他会肿胀 然后如果他比如说他有痰 他其实也是正常的现象 他其实没有太大的痛苦 因为要死亡之前会分泌一种物质 他其实整个状态 你看他昏迷 你看他好像很痛苦 其实他是在一个很平顺的过程 反正你这些介入是在造成他 对 那我觉得在那一瞬间 其实我在书中有提到 那个就是能命一生的慈悲 真的 其实在台湾 其实我也希望 透过这本书的呼吁 去好好让大家去正视 临终最后一刻 到底是要呈现那种 哭天抢地 然后每一个东西 维生设施都运用上了 还是我们能够带着那个痛苦 我们的安忍在痛苦 然后去陪伴这样一个临终的人 走到最后 而且我觉得 我必须要说的一件事是 其实我们常常在说照顾 我反而觉得在我婆婆后来昏迷 也不需要任何进食 或者我帮她打针的这些步骤之后 我变得无事可做 可是正因为我无事可做 才是真正的坐在她身边 跟她好好的陪伴 同在 因为我举例好了 其实后来她其实陷入那种 常常昏迷或沾望的时候 在她昏迷的时候 我其实会念德国的圣经 就是用德语念圣经给她听 那其实她会有那种笑容出现 有反应 或者是跟她有一搭没一搭的聊天 聊她过去的往事 她会偶尔醒来就跟我接续 那偶尔就又昏睡 可是你知道她在听 那另外比如说沾望的时候 你知道坏要死的人 她还是会有一些可能死空错乱 她有时候就会突然要起身说 我要去赶火车 我的火车票在哪里 有点像回光返照的 对很多人在台湾可能就会把她传承说 有头买名买来给她戳去 或是说有什么 可是你知道那瞬间 我觉得很幸好的是 因为我们是居家安宁照顾 不是在病房的那种很阴森恐怖等等之类 肃杀的气氛 而是在家庭很温馨的状况下 那瞬间其实我做的是 我随便就拿了一张纸 然后塞到她的手中 我就说我们买的是六点半的车票 然后就配合她 对配合我跟她演 我女儿就整个弄住就想妈是怎么了 因为她们看我婆婆这样的状况 已经觉得很困惑了 可是没想到妈妈更演很大跟她一起演 可是你知道这一段很美 就是我跟她安抚之后说 妈我陪你在这边月台慢慢等车 你知道她就比较没有焦躁 否则她是整个人整个人气心 我快要把那个护栏整个拉起来 可是我跟她演这一段的时候 我们就开始婆媳着两个在讲 她过去到了哪些国家旅游 都是为了去拜访她的家人 比如说她最爱的弟弟在中南美洲 然后为了看我们 也拜访我们在英国 中国台湾 她都去过 其实只有那种为爱旅行 她就一站一站的去想她过去的旅程 我觉得这一段好美 所以我才想说 月台上的华丽转生 我觉得每一个人如果到生命的最后阶段 能有人好好的陪伴你 去走向生命的下一个阶段 其实是很美的 你那时候照顾几天才让她感受到你的善意 其实一开始她还是对你有防备 对不对 也不是说防备 我想她是不好意思 因为你知道我们决定说要回去 有告知她 她就会马上说 你回来不要是因为我 你懂吗 我懂 对因为就像我们过去送她礼物的时候 她都会说 这个礼物应该不是送给我的 甚至会把我们送给她的礼物 放在那个比如说壁炉旁 放了三个月她都没有去动 你就觉得她很难收下别人对她的心意 那这就是我在这个本书一直在提出来的 就是她身为照顾者 已经她 她从四岁 小时候四岁开始 就是一个照顾者 然后到到临终 她最为难自己的就是她不愿意接受被别人照顾 她不愿意转换身份 对而且她不愿意被爱 对 因为那个是陌生的 所以的确她刚开始都有抗拒 连我们到家里的时候 她还说 你们是不是要去哪里度假 顺便去经过就对 她是把我们定位在这里 然后我就会安慰她说 好好好我们过几天才去度假 那可是你知道吗 到了 我觉得也是到第三天那一次在急诊室出入的时候 真的非常危急的时候 她才知道 真正她真的需要人 需要照顾 对 尤其是那时候要面对要不要节肢 然后 你能想象吗 其实她抽了三次的血 已经没有血 那个血管抽不到血 那最后是由我出面 交涉就是我把医生拉到旁边说 这样的一个老太太已经84岁 有癌磨 你们觉得有必要去动这么大的刀吗 然后我就说 请她给我15分钟的时间 然后我就在我婆婆的床边祷告 就是其实我的祷告就是 希望上 我虽然不是信徒 但是那一瞬间 我其实孤立无援 就希望让上帝决定就对 对 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要 我就说 我会做好我的功课 如果你用这一幕 我婆婆很痛苦的背领词 然后希望来教会我一些事 我就说 此后的人生我会好好去领悟 但请你不要再让我婆婆受 更多的苦痛 可是我真的没盖你 15分钟之后 护士再进来 量得到脉搏 就血管通了 对 而且有温度 连医生有三个医生 组织医生都冲进来 后来他们决定 我们可以出院 所以你知道那一刻 我婆婆其实是眼泪掉下来 因为她有多么害怕 她可能待在医院 就回不了家了 你知道我们离开 那个就是坐上救护车的时候 我婆婆竟然还交代我 再回去做一件事 我想什么事 她说你把我的床铺平了 把它拉好 弄得很整洁 你知道吗 那一瞬间 我本来在那一瞬间 我就想 天哪 我们这么紧急的事件 就赶忙要去医院 你叫我回去 把你的床铺好 这什么意思 你知道我有哀怨 可是我后来的回想是 其实在那一瞬间 我婆婆也是很害怕 她再也回不了家了 而那个家对她来讲 是意义重大 这也就是我在这本书 一直在提倡的 就也是希望政府 能够注入更多资源 提供给我们民众 一种选择是 再宅医疗 在家善终 因为你一旦到了医院 其实你就是编号 第108个病人 而你在家里 你才是一个活生生的人 你跟家人有关系 你有你过去的故事 你有一些生命脉络 你才会被看见 所以我觉得 我们能体验 很多老人 希望能够在家善终的原因是 他还能在生命的最后一刻 是他自己 自己的环境 对 而不是那种第108个病人 然后在医生眼中 就是要被抢救 或被淋持的那一块肉而已 对 这是我有在我的书里面 一直在提倡的 你那时候在陪伴的时候 哪一些技术上是对你来讲最困难的 我觉得最困难反而是我自己 因为我在书中有提到 因为我一直困在媳妇的角色 所以我连一回到家 看我婆婆 我婆婆已经没有办法起身 是隔壁的邻居帮我们打开钥匙 钥匙在她家 对 然后进去我们其实全部人都很震撼 就是吓到了 因为我婆婆本来是那种胖胖的 然后脸还会红彤彤的 可是我们回去的时候就是真的不干 就是皮包骨 销售 对 那一瞬间我是害怕的 可是我告诉我自己 我是别人的媳妇 不可以害怕 而且我接下来 我看到一大堆那个床单 都是有那些排泄污渍 我都得去洗 我还是告诉我自己 不能面露任何不悦的表情 你懂吗 那我觉得我最难为的 就是自己困在这个媳妇的角色 就会让我其实在做这些事的时候 是那种 我有自己的规训声音说 你一定要做好 你一定要 你知道吗 面带微笑 这些会让我整个身体很紧绷 很紧张 所以你知道 很多时候我是要抱我婆婆 起来如厕 刚第一阶段的时候 她还能起身 然后我再抱她 我好几次差点发生意外 有点在我全身就是紧绷的 然后我就很怕把她给弄伤了 那反而这样会让我好几次 你越僵硬反而越容易出错 我真的有一次竟然让她 我们两个差一点跌倒 她幸好马上就做回去她的服役 我是有吓一跳 然后后来她反而 我觉得这件事上 反而是我大女儿做得很好 她虽然那时候才14岁 可是你知道吗 她没有困在任何的角色 所以她整个做 而且她让我婆婆觉得很安心 连我婆婆都说 她做得比你做得还好 因为你太僵硬了 对 所以你知道病人也能感觉到 你的紧张 你的不安 你的不确定 所以我其实在这里也 领悟很多过程 是说 如果亲自能一起在 临终的病榻旁 一起来照顾 我觉得今天已经不是我来带领我的孩子 而是我的这年纪不同的孩子都在教会我好多好多的生命功课 反而他们做得比你还那个 所以甚至我们那个老二 我们有一个 我们老二是一个美少女 她其实是对于这种照顾工作 完全不能接受 那也到后来我才领悟到 因为对于一个青春期的孩子 生命就是无限的滑美 可是她没有办法忍受肉体 原来是这样 消败摔亡 所以她其实整个人是躲在花园里 就有点吓到就对 对她吓到了 然后她每天都在外面游荡 就是她宁愿待在花园里 宁愿晚上八点半还在小山村的街道 这样走来走去 让我去外面找孩子 她都不愿意走进来 因为她在害怕 而我都没有觉得 我的意思是说 其实我困在媳妇的角色 我不允许害怕 我也在那个现场 我没有办法去了解孩子也在害怕 没有办法接住他们的害怕 所以其实我在书中有提到 我们亲子其实充满了冲突 因为我都会用台湾人的孝道来骂她 你奶奶都快要死了 你们现在还东躲西藏 然后自己做自己的事 你可不可以到奶奶的身边 念故事给她听 念报纸给她听 你知道我会用台湾人的孝道来压制他们 我却没有接住他们的害怕 其实我觉得这里也要提成一点的就是 其实在临终病榻旁 成人如我们 其实每一个人都困在角色 我们反而不能够引导孩子 陪伴孩子 也去走过这种亲人 肉体衰败 即将离别的过程 这是我们值得去行思的部分 你直接用孝顺 框住她就对 没有辅导她的一个心理 而且用妈妈的大刀 来教训她们 我觉得这些都是我后来的忏悔 也在我这一本书 我才说 其实这一本书 不仅是呈现照顾的现场 更多是我在后来 我对我自己在那一段照顾过程当中 所犯下的过错的忏悔跟反思 对 整个过程你跟你先生后来有关系越来越好吗 并没有 所谓其实她还是 还是她是憋在心里的 她可能对你有些感激 她不好意思讲出来 其实我就举一个例子 你们都很难相信 最后你知道吗 像我婆婆她过世之后 她的那个医疗床垫是要拿去干洗的 你知道吗 她没有一个人认为这件事是他们该做 他们都觉得这是我应该做的 而我在没有车的状况下 我还要去拜托我先生 说你等一下要去隔壁村庄 去会计师那边报仗 你可不可以也顺道载我过去 她会觉得对啊 那是我给你的好处 我就想 奇怪这件事 到底是谁应该做 然后重点是 来了 她在车上就开始骂我 因为她觉得 我没有把洗衣店的地址正确的告诉她 可是我明明知道在哪里 我就说等一下你在停车场停车 我就自己知道怎么走去了 可是她就在车上不断的骂我 数落我做事的方法 没有按照德国人 没有严谨 对 没有纪律 没有规则 那那一瞬间 其实我情绪有点爆发出来 我就跟她讲 不好意思 这一整件事 从照顾你母亲 到后来洗这些床垫 你们觉得都应该是我做的吗 你知道我先生告诉我一件事是 你应该为你自己做的决定负责 而不应该是到事后 你还希望我能跟你感谢 因为这个跟我无关 那是你做的决定 你要照顾我妈妈 不是我叫你照顾我妈妈 我学到了 所以其实你知道 我们在台湾可能听 听起来这样的夫妻关系是很奇怪的 但我的确在 我很痛苦的状态下 我也领悟到一件事 我先生也在教会我一件事 是西方人或德国人关联 就是你从来都要为你自己决定负责 而不是去期盼 别人因为你做什么而来感激你 这是两回事 因为这是比较是我们台湾人的模式 就是 我如果现在对你比较好 你败败的 他们就是一码归一码 这是你的决定 我不会因为这件事而感激你 所以你是说我们关系有没有变好 我觉得变好是因为我 更能够清楚这一件事是 你越认识它 对越认识它 而且第二件事是 那个心理建设是 我从今以后对任何自己做的决定 不要对对方有任何的奢求 期盼 这样你知道关系反而变好了 变成你这个越来越知道 你要为你自己的决定做负责 就对了 不要期盼它感谢你 或者是它帮你 所以它可能没有任何改变 而我因为去修正了我可能一向来的惯性思考模式 更善待我自己或陪伴我自己之后 我觉得那个关系反而处于一种平等的 平衡了 对对对 可是你能够平衡你先生还是照他本来的这个模式 可是小孩怎么办 因为小孩介于你们两个中间 因为他有时候接受你的思想 有时候又接受他爸爸的管教 对 那他们是不是中间会有一些错乱 是 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问得很好 比如说光是安宁照顾这一块 其实我小孩有在我婆婆的葬礼之后 就有跟我讲说 妈以后如果你跟奶奶一样 我直接把你送到病房 嗯 因为他不照顾你 对因为他觉得照顾太辛苦了 好 那甚至在两年后 他其实就高中毕业要上大学 他更理智的告诉我一件事是 你的临终不能打乱我的节奏 嗯 这个我都有写在我的书中 其实我必须要承认一点 我听到这个乍听之下 我会很痛苦 嗯 因为我是一个异乡的媳妇 那我就面临孤苦无依 劳无所踪 对 可是你知道这样的过程 其实我小孩也在变化 我很难相信是今年四月的时候 我的大女儿 因为她在海德堡大学 她回去马来西亚度假 她要回去 再回去德国的时候 check in 之后 我们就是在喝咖啡 她突然跟我讲 妈妈 五年前的时候 奶奶就是在复活节过世的 我说对啊 嗯 那她突然整个眼泪都 啪的 掉下来 我想说发生什么事 她就说妈 我到今天我才能够去承认 那时候为什么我在闪躲 即使她 被我要求去帮奶奶做那些照顾的工作 可是还是有距离的 嗯 她说她很后悔没有再更能靠近奶奶一点 可是她说她在害怕 她说她好害怕 她看到一个最爱的人 在她面前 那种形容枯搞 然后慢慢肉体衰败 她觉得那很痛苦 你知道吗 她真的是五年之后 才第一次承认她自己的害怕 然后她说出完这一段之后啊 她突然就告诉我说 妈 以后我会好好照顾你 她说你临终的时候 我会在你身旁 你知道我眼泪掉下来 我那瞬间其实 不只是因为说 啊 我终于会有人照顾了 你知道她的改变怎么这么大 其实是我要说的是 你知道当一个人 能够去正视 面对 或者是 接受自己的恐惧之后 你才会有行动力 我的意思是说 像我的孩子 她其实之前她一直在逃避 所以她可能这中间的过程当中 说出这么理智 我们讲说 很可能是很德国的这一套 就我不会照顾你 就理直气壮的 对 可是其实她是一种掩饰 是一种防卫 她在掩饰她自己的害怕 所以她在五年之后 跟我说出她的害怕 她看见她的害怕之后 她的力量是 她愿意勇敢的在未来 我的临终病榻旁 她愿意走回来 我觉得这一段是很美 我的眼泪是忏悔 是如果我在五年半前 能够在我们看到婆婆这一段 然后我能好好去陪伴我的小孩 首先我是好好的看见我自己的害怕 我就能看见孩子的害怕 我能接触我自己的害怕 我就能够理解陪伴孩子的害怕 那时候我们所有的冲突 以及这五年来的误解 其实都不会发生 所以我才那时候给我自己的省思是 其实在亲子的关系 有时候你需要是给对方一点时间 等待 等待她自己走出来 等待她看见自己的害怕 承认自己的害怕 然后等待她长出自己的力量 而不是在像我在中间的过程当中 我可能会去责怪说 天哪我怎么养出这种德国小孩 她怎么这么不孝 我怎么这么不信啊 对 其实她在酝酿那个过程 而我不应该困在我自己 这个文化体制的框架上 然后去责怪她 她也是需要时间学习 是 那个害怕是需要被说出 这也就是我在想 或许在台湾现在很多人 她最后可能选择 没有回到父母身边 或有其他看护 或把她送到安宁病房 我觉得这都是被允许的 不过在此之前 我希望大家能够先好好陪伴自己的害怕 你愿意回来或者是选择不愿意走回病榻旁 你都有你的理由 不管理由是什么 你好好陪伴自己 好好聆听那个背后的故事 这才是最重要的 而不是碍于其他亲属朋友 还有整个社会舆论的压力 逼使你要去做一个决定 到底我要不要照顾这位亲人 我觉得这是太沉重了 所以我们很多这个东方的女性 都会被这个框架压住就对 是因为特别是台湾现在至少 我听说至少有100万个失智失能的家庭 或者是重症的家庭 其实大部分都是由女性 亲属来照顾 通常是没有结婚的女儿 再不然就是媳妇 当然现在有很多是没有结婚的儿子 我觉得这些照顾者 其实更需要被我们听见看见 因为他们真的是很孤立无援 除了政府要挹注更多资源给他们之外 现在台湾也有一个家庭照顾者关怀总会 有很多资源 那如果听众有任何人 他你目前现在是照顾者 可以寻求你在上网找家总 家庭的家总会的总 有寻求他们的协助 他们有喘息服务的照顾 或心理课程或资源课程 都可以帮助你们 那另外我觉得对于家庭照顾者自己本身很重要是 你要陪伴自己 真的去聆听 为什么你今天会选择成为照顾者 而不是别人 那你是不是有好多 你没有被听见的故事 没有照顾的需求 是不是等待你去贴近自己 这也就是我这本书 为什么要叫许我一个够好的陪伴的原因 在照顾别人之前请先好好照顾自己 在陪伴别人之前请先陪伴好你自己的内在孩子 这是非常重要 所以你像德国走一遭就发现 台湾其实还是有很多可以进步的地方 跟德国相比 我们在居家照顾上面还是比较落后 是 那我觉得比较落后是在制度面 那我未来的期盼是 其实我们台湾最美的是人情的确 其实如果我们台湾现在一直在讲长照2.0 可是政府忽略的一个力量 就是其实我们的亲情的连结 还是相较于欧美是比较强的 那如何透过政府的资源来帮助家庭照顾者 有人是选择希望是再宅医疗 在家闪中 政府提供更多资源 更多的助力给我们的家庭 家庭照顾者或家属 它其实是会比德国更来的完美 因为我在讲的 德国是属于完美制度中的不完美 因为他们缺少了那个亲情的部分 而我们台湾现在还有亲属的那个情感连结 还有社区的力量 我觉得这一部分如果加起来 其实台湾人其实能够享有更好的善中 而这个部分要由政府真的很制度化的 不仅是透过制度化 而更是要活化整个社区的力量 比如说社区共生的概念 由社区的人去提供临终的照顾 形成一个生命的共同体 然后另外 挤注更多资源给这些再宅医疗的医生 因为现在有一个再宅医疗学会 是由于尚如医师提出的 他们都是家庭医生 他们不再要求患者来到我的诊间 而是他们走入每一个家庭 去承接他们最后的辛苦 以及陪伴所谓的家属的照顾者 我觉得这一部分都需要我们的健保给付 去更看见这一群默默在地方 付出医生的那个生意 这样子 就要评于老师 你有没有想过你这本书出版 为什么在台湾引起这么大的一个回响 这么大的一个讨论 是 因为的确我这本书在四天之后 发行四天之后就首刷已经卖光了 然后已经二刷 然后其实现在得到回响不仅是医疗界 还有病人家属本身是照顾者 甚至连高中大学 或者是一些生命礼仪公司 他们都看到这一块 我觉得会引起回响最重要的是 其实它唤起我们内在的柔软 其实我们都很愿意在我们的亲属旁边 陪他们走完最后一段 但受限于我们台湾现在的 你知道吗 工商业社会形态 每一个人都没有得到国家真正的帮助 比如说如果我选择回家 那这一段时间我可不可以 像我们有照顾育儿假 那有没有育亲假 留子停薪 留子停薪 半年一年 我还能够回到我的职场来 而我在照顾的期间 我是不是我的劳保健保 都还可以被国家来做给付 而且甚至是他要给我 国家要给我就是照顾亲人的费用 就是比如说一万二或一万六 让我可以去cover 我这一段照顾亲人期间 我需要的一些生活支出 就跟那个失业津贴一样 是 那这边如果能够细致化之后 我相信 现代的人 他真的很愿意 所以如同我书中所说的 他是每一段每一段 很美好在临终 并他陪伴的故事 我相信引起这么大的回想是 我们每一个人 心里面都有一块柔软 他真的很愿意 陪伴他所爱的人 走向人生的最后一刻 他们也在期盼 而这些 期盼 真正能落实 就是政府的善意了 对 最后讲一下这本书 你当初怎么样变成一本书 我知道是因为这个文章争选 对不对 其实我在我的脸书上有分享 我在我婆婆病榻旁 我都已经有在做日记的记录 哪怕就是一句两句话 我都有把它 后来都有照相出来 然后后来我其实只是在脸书上 等于是我的心情记录 我没有想过说 要把它出版成一本书 那只是很意外的在去年 因为我刚好我就写了 因为我一个粉丝专业 然后写了好多文章 然后刚好看到梁石秋文学奖 他们征求的是文集 要六万字的文集 我想说 其实应该是时候到了 我觉得这个部分 不应该只是我个人的生命资产 如果它是一个善意的 它应该成为所有人 共同的生命资产 所以我就是有去投稿 然后就得了奖 然后是由时报文化 知道因为我得奖 然后来主动跟我联系 要出版这一本书 对主要是这样 所以他其实 刚开始的起心动念 但真的是心情的记录 然后到走到最后是观念分享 我也是希望透过这样 让台湾人 就更多的朋友 去改变那个老有所踪的观念 善中就非得在医疗机构 实行的这个观念 不过我最后希望就是说 其实这本书的完成 并不是一本书的完成而已 而是我希望 里面的文字 都能化作一盏一盏的明灯 能照亮每一位读者的心里 去看见自己 看见自己心里的美好 看见自己付出的身影 也能够去感激自己 这才是最重要 而且也期盼他们 透过看见自己 也说出自己生命的故事 可是最后在真的要出版之前 你会不会有一些担心 因为变成会造成你的先生 或他的一些哥哥姐姐 他们会被人家误以为是自私 或者是这个个人主义啊 或者是怎么样 居然把他的妈妈丢给你照顾 你会不会担心他们那边的反应 的确你知道吗 我在书写这个历程 就是说在第三阶段 是我婆婆过世之后 我的那个哀悼历程 我在脸书写的时候 的确我住在荷兰的大牛沟 就打电话叫我先生 下令我不准再写任何东西了 那这段历程其实很痛苦 我真的就是按照他们的命令 有半年没有写 可是我就陷入了忧郁症 就是我很多话说不出来 憋着就对 憋着然后真的半年内 我就是常常没有理由的哭泣 甚至半夜都没有办法睡觉 大概都两三点醒来 一直到了凌晨 那我自己幸好有点病逝感 因为我之前有接触很多 心理学的课程 以及心理工作坊 我那时候我就发现 我不对了 我就跟我先生说 我必须要回到台湾 三个月 我要去接受很多的心理资商 还有心理工作坊的课程 我从那个之后 我得到了力量 我回到马来西亚 第一件事是 在我的脸书上 把他们封锁了 封锁了我先生 他哥哥 他姐姐 还有他们周遭的所有亲友 不让他们看 对 因为这个历程 我也说 这本书其实也呈现一个女性 如何夺回她的话语去 因为其实在台湾同样的 台湾的女性 很容易被压制的是 她没有办法发声 她没有办法说出她的故事 而对于我们来讲 说出我们的声音 说出我们的故事 就是我们的力量 而这一部分 是我觉得 我很重要的一点是 现在的我 其实我不在乎 他们去怎么想 因为我更在乎的是 我力量的展现 而这些展现 这样的生命故事 也是能引动更多女性 能真正 在他们很委屈的位置 去说出他们心底的声音 然后展现他们 女性应有的力量的时候 就为了得到更大的一个目标 就不用在乎他们 反正我已经封锁他们了 所以其实说实在的 我现在并不太清楚 我书中写了什么 我只是简略跟他说 其实我现在在关照的是 临终照顾 还有在宅医疗 居家安宁的这个现况 我没有提到太多这个部分 你那时候都没有想说 比较极端的做法 一了百了 我就跟你离婚算了 反正我已经把你妈妈 照顾到这么好了 然后你们居然还对我有些抱怨 或者是怎么样 我连一些情绪的出口 你们都有意见 是 我想真的 其实你知道吗 我常常在讲的是 离婚往往不是一个决定 它反而是一个漫长的 自我陪伴的过程 而我此刻的不离婚 是为了离婚 那其实大家听起来很吊诡 其实我其实一直在做自己的心理的 自我认知 以及建设工作 因为我必须要厘清 在这样一段婚姻关心当中 失衡真正的原因 其实到最后 我并不会去责难另外一方 反而去看 它其实是在引动我 为什么我会一直是那个处于 弱势的那个 对 那为什么我一定要屈居在照顾者 或屈居在我一定要不断付出的人 我背后的因素是什么 我过去的生命历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让我会选择要用讨好牺牲来满足别人 为什么我会觉得我比别人更没有价值 这反而我更重视的是 我要陪伴自己的这一段 反而不是说 你应该要对我好一点 你看我把你妈妈照顾的那么好 怎么样 我觉得要改变别人太难了 那反而你去要求自己 然后陪伴自己更细腻的这一段 你长出来的力量绝对不是在冲突线上跟人家 你知道吗 肉搏战的那种力量 反而是 我觉得那是内在真正是一种循环的共生的一个能量 所以离婚反而是一种逃避就对 如果你没有真的正式行私 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 你只是逃避而已 对 我要说的是 如果就我个人的案例来讲 我不只是所有所谓的大家的离婚就是一种逃避 并不是 而是我自己 如果我在没有自己没有处理好我过去的创伤 或者是好好的陪伴我自己之前 我所做的离婚 不过就是如你所说的 我就是在逃避 就把自己从另外一个战场 再带入另外一个战场而已 对 所以我想 关系也是需要善终的 那我目前处理我跟我现在的关系也是在善终的阶段 对 好好的去看 透过他对我的回应 可能看似冷漠残酷 但他也引动我去思考 为什么我会习惯这样的模式 所以当你有力量之后 其实离不离婚又不 已经不是一个问题了 因为你已经成长起来 对对对 所以其实也要跟大家分享是 陪伴自己真的很重要 因为唯有陪伴自己 你才能聆听自己的需求 然后你才有力量去满足自己的需求 转身在面对一个苛刻的另外一半 其实你对他无所求的时候 你也没有太多的失望 甚至你知道你的能量会有所正面的发展是 他也能感受你这个人 其实是 不是那种 我天天都要投自动贩卖机 就是说你对对方不断的苛求 要请求什么 反正你知道我们两个就会变成一个独立个体 那真正的交流才是交流了 这个平宇老师讲一下你的粉专好不好 以及这本书后面还有一些新书分享 帮我们讲一下 好 就这个礼拜六就有活动 对9月7号呢 我们会在高雄的正大书城有新书分享会 然后9月14号也就是中秋节的隔天 在台南我的家乡 晚上7点半到9点会在正大书城台南店 也有新书分享会 那我非常邀请所有的听众朋友能够一起来跟我见面 分享 然后我们一起来彼此陪伴 然后老师的粉专就是跟书名一样 对许我一个够好的陪伴 大家就是上脸书 然后打这样的关键字 然后一起 我会在陆续 我每天其实都会在po一些分享文 因为这本书虽然只有9万2000字 其实被删掉了至少7万多字 而且还有更多过程的发想 以及我如何把这些领悟 带到我们现在生活时时刻刻来运用 这才是更美好的事 所以我都会陆续来分享 好谢谢我们的作者吴品宇老师 谢谢主持人 谢谢听众朋友